欢迎大家收听神中课 唯有你胜过一切 今天是7月24号 题目是《他的朝急》 全新节记载在《马可福音》11章15节 耶稣进入圣殿 赶出殿内做买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甲子之人的凳子 内文这样说 耶稣在大发二路之中 来到圣殿 也不许人拿着器皿 从殿里经过 你能想象耶稣举起手来 禁止人带着货物从圣殿经过吗 古耶路撒冷的地图 帮助我们揭示了所发生的事 在橄榄山和城中间 有一条捷径 可以经过外邦人的外院 如果不走这条路 商人就要绕着圣殿行 而圣殿是相当大的 就在无花果树之后 耶稣进了圣殿 这一次表面的虔诚所掩饰的欺责 对耶稣来说实在是过分之举 耶稣在他公开传道上 唯一一次表现的二路当中 进入圣殿 赶出殿里做卖卖的人 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 和卖甲子之人的凳子 也不许人拿着器皿从殿里经过 所有人都不能相信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似乎直到公元三十年 制物的市场都还是在橄榄山上 并且是在犹太官员的控制之下 但大约就看这段时间 大祭司已经准许商人 在圣殿乐园直接撤立了市场 创造了一个以竞争 和商业性质为主的气氛 耶稣说出了一切做买卖的 和兑换银钱的人 上帝设计用来彰显他恩典 和欢迎悔改之人的地方 竟然变成了一个 涉足、自我中心、欺责、 骄傲的商业机构 最后空洞、自以为意、虚偽的宗教系统 成了一个空有敬虔的外貌 他是无敬虔实质的蝎俗之地 当耶稣以权威这样做的时候 他的门徒就上起了经上记着说 经文记载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七节 大家想象一下 一个家长 尽力保护他小朋友的景象 你就会明白这个画面了 上帝总是保护受欺压的人 内文讲到这里 欢迎大家明天再收听 明天再收听